欸 幹嘛 那個我肚子不太舒服欸 你可以幫我買那個蘋果麵包嗎 喔好啊快等我 謝謝 不是這個蘋果麵包啦 叫你買蘋果麵包 什麼什麼蘋果麵包都沒有講 沒有這個蘋果麵包你都不知道 就蘋果麵包吧 什麼蘋果麵包 看第一 嗨大家好我是住在台灣馬來西亞人 嗨大家好我吃到台灣人做什麼 大家看好幾個女孩就知道 滾 對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 不知道吧 馬來西亞人都不知道 這個橋段是印的人要我很愛的 是喔 大家要介紹一個台灣的蘋果胖是什麼意思 因為外型跟某用品有點像 所以以前的人就是害羞不敢講 都會說蘋果麵包 這是什麼用品呢 就是衛生用品 女性衛生用品 女性用品 今天就是要來試吃蘋果胖 你不知道我們小時候 國小的記憶就是下課 然後就去買蘋果麵包嗎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小時候真的特別會厭 有什麼吃得有很多牌的 香口的 中間這個是我們從小到大吃的蘋果麵包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排啦 但是我們吃的樣子是長這樣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個新聞 然後發現原來蘋果麵包的創始人 他在台中 那個老伯伯快要退休了 然後他上了新聞 然後告訴大家 蘋果麵包是他發明的 那因為我小時候從小吃到大 但是我從來就不知道真正的蘋果麵包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吃的都是這個 後來仿的 也不是仿 可是因為蘋果麵包那時候太有名 以至於大家都在做 可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正統的蘋果麵包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你去維基一下你就知道 蘋果麵包真的是這個人發明 你吃了就知道了 老婆餅也沒有包老婆 真的了 太陽裡面不見了太陽嘛 你真的亂起啊 這邊還有一個可以講一下 可以 這就是同一家就是創始的這個蘋果麵包 他們的副產品 就是裡面真的有蘋果 這叫真蘋果 對對對 OK 那我們先試吃 這個 我們小時候吃的東西 小時候那個蘋果麵包可以放7天以上 真的啊 這個可以放8天啊 這個可以放8天啊 你知道它號稱什麼嗎 這個怎樣 零防腐忌 所以它忌出之後兩天內要吃掉 兩天內 對 今天就是剛好第二天 所以再趕快吃掉了 你要試試看它真的 你看 今天頭有空耶 好來喔 馬來西亞人第一次試吃蘋果麵包 我要先吃你們英雄吃的麵包 怎樣 蘋果又好像蘋果味 我覺得沒有啊 好硬喔 好像香料味 甜甜的 好硬 然後好乾 就是要配牛奶了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 它要叫蘋果麵包 就跟太陽餅沒有太陽 趕快的話 不是不是那個意思 因為這個老闆他說 他在創立這個牌子的時候 蘋果西打非常有名 喔 所以他就搭這個蘋果槽 他就把這個麵包叫蘋果麵包 他就把這個麵包叫蘋果麵包 OK 就跳跟風耶 哈哈哈哈 那就是第一代跟風王 對 我們現在有蘋果手機 也是跟那個蘋果西打的 哈哈哈哈 是嗎 不要亂教我 先開一個 流麵包廠 流麵包廠 連我都沒有吃過 文綺先聞聞看 這個有六個空耶 好香喔 這個有麵包味 嗯 嗯 吃囉 嗯 口感不一樣 太鬆 太鬆 鬆怎麼講 空氣 比較鬆耶 有點像那個 牛奶麵包 裡面很綿密 這個是我吃的端麵 怎麼樣 很綿密齁 欸這個就是 真 蘋果麵包 對 創始人所做的蘋果麵包 就是這個味道啊 欸那為什麼現在的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試試看 這個是一般蘋果麵包的端麵 比較小 比較乾 比較韌 這個感覺裡面有香料 對 因為一些胖的味道 真的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耶 蠻綿密 蠻好咬的 嗯 沒關係 牛麵包腸 出的 真紅夠湯 有蘋果 真的有蘋果 欸真的有蘋果餡耶 這個料很少 我剛好喝的 我湯鮮 聞不出 還是麵包味 就 麵包裡面 然後夾了那個蘋果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麵包裡面 它全賣麵包 對啊 全賣麵包 這個感覺長輩比較喜歡 這個吃起來就超健康 越吃起來是蠻好吃的啊 越吃越有味道 因為我們年紀大 哈哈哈哈 好難過喔 好難過喔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 分享回憶 兒子是童年 我最喜歡他就是 老胖港丟的 大地 很夠胖 香香綿密我喜歡他喔 你喜歡那個有餡的對不對 對 我喜歡那個有餡的 對 我喜歡那個有餡的 嗯 這個桂枯妳的也剛好 讚 ok 今天你的 緬懷過去 但是不是我的過去 是台灣人的過去 今天就夠這樣 大家在下面留言 對小孩的回憶是什麼 再見 掰掰 掰掰 你有沒有吃過這個 有啊 這個小時候就吃的啊 是喔 你小時候就吃了 對啊 這麼久 那也不是我們小時候的回憶 這三年級小時候的回憶 很早就有這個麵包了 是喔 一次就是裝這樣子啊 然後再找我店買 的